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湘民监察院 我是主持人李贵敏 我们今天特别为您请到的来宾 是我们孙文学校的校长张亚中张校长 我相信观众朋友对张校长都不陌生 张校长除了主持孙文学校之外 我知道也在台大政治系授课 所以逃离满天下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难得 能够让这个张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国内非常问难的一个局势 校长是不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声好 好 桂敏立委好 以及各位网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这个天气真的蛮热的 我这两天也从大陆上刚刚旅游回来 所以也是有一点筋疲力疾的感觉 不会精神 看起来精神 但是今天如果有机会来跟各位见面 其实也非常高兴的 特别是我第一次上桂敏委员的这个节目 感觉很有力量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张校长的这个加持 因为我们前两天我们看到就是 现在的这个候选人呢 在各地全省跑透透 那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赖清德啊 他到东海去演讲 那学子呢就是年轻朋友们其实也提出来很多的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现在除了这个预算的部分呢 我们讲说这个特别预算一而再再而三的边再留子孙之外呢 我们看到年轻朋友的低薪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居住的不正义啦 那零零种种东西呢 这些年轻朋友都提出来 那更严重的是我相信年轻朋友他们都担心 以现在不是把这个服役的期间延长到一年 然后这个军购的部分又持续不断的 所以大家都人心惶惶觉得说 是不是马上这个两岸之间的战事就要开启的 所以不管是从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或者是从经济的关系 或者是从民生的关系来讲 现在那尤其接下来明年年初就要选举了 现在是一团问乱 然后年轻朋友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忧心 所以我想是不是校长先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于赖清德回应我们青海大学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的这些的意见 您认为有没有真正的直指核心的问题 我觉得先要了解一下 整个国家它是一个大的机器 我相信每一个政党如果它执政以后 它都有一个庞大的行政团队 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选这个总统 它其实是不只是选这个团队而已 它是选国家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按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其实总统比较重要的责任就在于外交两岸跟国防 所以它是国家一个大方针方面 所以说我对于赖清德的评价 当然他谈了很多像年轻人的问题 或者一些所谓的受教育的一些问题 还有社会上一些居住正义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要谈 而且我认为这些谈的事情 每个政党应该来谈 可是也许我们更在意的是 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到底要把台湾带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比如在这一方面 我对于赖清德是非常非常的 某种程度的 我非常警觉的 也就是他如果执政以后 他会把台湾带到一个未知的一个环境 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先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就是说 比如他第一个谈到了我们要备战 我们要备战 备战才能够止战 就换句话 他选择了一个最弹筒的方法 好像听起来有道理 比如听起来有道理说 我们要有实力 我们才可以对抗别人 那这种在我们国际关系研究 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学派 也就是你有多少力量 我有多少力量 那如果我们两个力量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那这个力量又包括两个方面 力量包括一个物质力量 还有包括的精神力量 物质力量就是你的军事的内容有多强 那精神力量呢 包括你的意志力 到底有这么的坚定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有个简单的公式 就它的物质力量 沉上它的精神意愿 等于我们台湾防卫的物质力量 沉上我们防卫的意愿 这两个东西平衡点拉得起来 可是我们相对来讲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 就是大陆这几年来 他们的经济发展 的确比我们稍微快速 它已经成为G2一覆盆 所以说因为一个国家的GDP 它绝对会决定 它国家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 跟军事力量 所以大陆的这一个所谓的物质力量 当然就远远超过台湾 那第二个呢 它的精神力量 也就是大陆在这一方面 它是坚决反对 如果说台湾要走分离主义的话 它对台湾是不会手软 所以它要动台的 它也讲过了 如果真正发生了 台湾要走上台独的话 那它一定会采取 无力方面的解决 我想这是非常清楚 那台湾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变成说 那我们的物质量不够 那你看 那我们就要增加很多的预算 可是你再增加怎么预算 你可能也比不过别人 那我们想说 那我们把兵役延长 四个月延长到十二个月 增加我们的物质防卫力量 可是你今天呢 同一个时间 你也必须增加你的防卫能力 防卫的意愿 也就话说 台湾也必须要进行 全民的一个教育 完全就是整个来讲 跟大陆要抗争到底 那这个东西 那民进党将来一定会不断的强调 可是当这样子的情况下 是不是把台湾带进了一个 永远处在一个危险 或者处于一种战争的 可能发生的 就像经济学院杂志也认为说 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当这个国际上都认为 两岸之间在处于一种 军备竞赛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国际的投资客会到台湾来吗 国际的投资客不到台湾来 请问台湾的年轻人 会有未来吗 这是第一个 从整个长远来讲 对年轻人是不利的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台湾再怎么样努力 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那他就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其他力量抓进来 比如说美国 就是把美国加进来以后 台湾就有力量去对抗中国大陆了 好 可是你把美国加进来以后 你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美国是不是这么可信度 美国今天答应你的事情 将来会不会做 美国现在可以是 你要我帮忙可以 那请你先买武器 买更多的武器 那台湾必须负担更多的钱 那第二个呢 美国会不会真正有防卫的意愿 没有发生 我们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 比较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就说 我们知道现在美中之间的对抗 是非常激烈的 那美中的对抗呢 如果我们先做一个假设的前提 当然每个人假设前提会不一样 但是我的前提在于说 我觉得美国作为这个国家 他在面对中国大陆挑战 他的世界霸权的时候 其实他一定会死磕到底的 也就是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讲 他太年轻了 这个国家非常年轻 他像一个壮年 一个年轻人一样 十八世绝对小伙子 还有两百多年历史 而且对美国这个国家来讲 他其实没有失败的经验过 对他来讲 他都是一个打赢的身家 第三个来讲 美国其实对于 跟他不同意义者 他很少选择退让 也很少选择妥协的 你看他对于早期 他的开拓时候 对原住民的态度 包括他现在 每个人还容许 自己有自己的枪戒 也就是美国比较习惯于 用武力跟暴力 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对台湾来讲 还有一个隐忧在于说 美国跟国家 跟欧洲的大国不一样 欧洲的大国呢 在他们发展过程中的时候 有成功有失败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来讲 其实他还有一个特点 我刚刚讲 他没有失败过 还有一个他从来不散后 包括越南战争 包括阿富汗 包括叙利亚 美国是说走就走 所以假如对一个 美国这么年轻的国家来讲 你如果把你未来的希望 摆在他身上 是不是非常的危险 那当然非常危险 美国将来说走就走 所以简单来讲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 比如说我看 在东海大学那一场 包括很多年轻人认为说 有五成认为说 不会发生战争 我觉得基本上 你可以说他对 你也可以说他不对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 的确看不出来 中国大陆会打台湾 目前的确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 刚刚讲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在于说 当两岸的战争的阴影 一直存在的 即使他没有动手 国际投资客不会到台湾来 台湾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付出 更大的代价 更多的钱 当兵 那年轻人的未来 就越来越堪虑了 但是第二个呢 两岸之间 其实现在会不会发生战争 在我来看 其实在两岸来讲 大家都不愿意 可是美国的因素 不要忽略掉 美国在跟大陆 博弈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利用台湾来插枪走火 来借由这个机会 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所以换言之 在我来看赖清德 赖清德承认到美国去 赖清德其实 他是一个激进的台独主张者 虽然他认为说 台湾已经独立了 只是国家叫中华民国台湾 可是大家认为他 其实他的骨子里面 就是一个分立一组一者 其实美国也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对我的一个观察者来讲 我觉得美国现在 在想办法驯化赖清德 也就是当你要选总统的时候 你必须现在足够的证明 你可以完全听我的话 那完全听我的话就是说 将来两岸有什么擦枪走火 这个权力绝对不在你赖清德手上 而是在我美国手上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讲 做一个总统的选举 他是把国家带到应该要走的方向 他不只是一个团队而已 可是从赖清德现在来讲 他现在讲的所谓备战 才能够止战 他完全要靠美国 但是他将等于把他的 未来的主动权交给美国 他现在要用备战到止战 我就要请问一下 我们要备多少战 才能够止战 那今天把年轻人 四个月到十二个月 这是民进党最赞成的 可是你延长十二个月就够了吗 今天美国要求台湾 进行一个本土的防卫作战 美国已经把他 对台湾的战略防守 从一个制海权 制海权改成了台湾本土作战 讲句不客气的话 美国要台湾人在必要的时候 使给全世界看 使给全世界看 让这个情况下 让全世界来痛恨中国大陆 来达到美国 遏制中国大陆最大的决心 而所有这些反映出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结论 赖清德是愿意去配美国的 赖清德是被美国愿意被驯化的 在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在未来国家发展上 他完全是不敢去挑战 在美国的战略规划的时候 完全被美国带着走的时候 请问一下我们情何以看 请问年轻人还有什么样的未来 我常讲年轻的未来 你可以讲说教育补助 你可以说居住补助 你可以给他更多的福利 但是我必须要讲 当两岸没有和平的时候 其实那都是净花水月 你再多的补助也没有用 年轻人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的环境 只有两岸有和平以后 台湾有一个和平环境以后 年轻人像一个鱼游到大海里面去 他可以尽量的驰骋 尽量的飞翔 像一个大鸟一样 所以我的看法说 赖清德他讲了很多 比如说居住正义啊什么东西 可是他最糟糕的 就把年轻人带到一个未来 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下 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下 还不是大陆的因素 还包括美国的因素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以你为替的 是 其实校长刚刚提到的 就有点像我个人 过往的一个经历 怎么说 因为我刚好是成长在这个 台湾其实原来很艰困的时代 但是因为这个蒋经国先生 我们都讲李国廷先生 孙宇璇 因为有他们的正确的一个政策 所以让我有一个白手起家 我不是任何的这个富二代 或者是正二代不是 可是我们之所以有几个 白手起家的机会 就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正确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成长的时候呢 是外资全部都涌入 然后呢 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透过这个别人的资金 然后把自己的成长跟壮大 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历过 台湾前烟角末的一个时代 所以刚才校长讲到的这个 我觉得是完全正确 而且它是一个重点 就我们怎么样子 要让中华民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面 能够不仅仅生存而已 更能够发光发热 那我们也需要 因为国家的发光发热 我们才能够带得动 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些的年轻 然后让我们的世代 能够交替起来 那我发现到 在这个东海的演讲里面呢 又凸显了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因为刚刚校长也提到 就是说五成的学生认为就是不会打仗 那既然如果说不会打仗的话 那又何必一定要有那么的多的钱 花在军备上面 那当然民进党是讲说 这个花在军备上面是必要的 因为是要避战 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军备的这些的费用 跟对岸的军备的费用 根本不成比例 你就算是 我们现在在前一阵子 我们不是已经提高这个军够的这个预算到六千多亿吗 是我们的GDP的这个已经到达了这个2.5% 但是美国还是认为不够啦 但我在提到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一方面你的行为 跟你所要宣导给老百姓的 因为他给老百姓讲说 我们做了这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两岸不会打 甚至赖清德不是提到的就说 我们是已经没有要统一了 他是这样讲的 所以如果有战事的话 一定是对方先出手的 这个逻辑 校长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先不要讲专业 光是这个逻辑上面来讲 好像就不太通 就像我们在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去攻击别人的话 其实也一样 没有办法就是你能够掌控全局 那尤其他还讲是 我们在这个诉讼上面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有 我们在没有谈判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 就是说我会用诉讼的方式来威胁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让这个第三者在听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好像是你所宣导的东西 跟你实际上面所采取的行动 刚好是这个背道而驰 那怎么样子是 一方面他为了要赢得这个总统的选举 一方面他要让老百姓安心 让年轻朋友安心说 这个不会打仗 然后呢也不会再留子孙 然后呢 在提到这个经济的部分的时候 又提到说 现在呢 在这个过去的七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出口的金额已经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可这些的陈述所要 我们的连环的连环爆出来 那校长对于最近的 不管是这个超斯弹也好 或者我们讲说屏东的这些事情 还有跟这个他在这个东海 在跟学生们表达意见回答的时候 这些的内容 哪一些东西是 其实是很荒唐的 再请校长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一个好的政府 就好比说我们同样一个人 在表述 在做事的时候 其实应该有系统性的思考的能力 不是针对这个点做这个点 针对那个走那个点 而是你要并行全盘的一些考量 那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你必须有一种系统系的思考能力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 他现在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原来他的方向 基本上就是方向是不对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 你要用备战才能指战 这个逻辑这个方向就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刚刚讲 你备战才能够指战的过程中的时候 你要备多少的战 你才可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基本上你应该用沟通 才能够 才能够 沟通 才能够指战 一定要用沟通的方法 那你沟通的方法 你必须要跟两岸谈 那我们谈很多问题 就想说都是对方不对 都是我们对 其实在国际政治上 没有什么谁对不对的问题 讲理不如用你的智慧 今天面对大陆问题 那个耐心的可以说 挑衅的都是中国大陆 可是中国大陆也可以说 那对不起 你挑衅的也是在你台湾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说 彼此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他们的立居点是不一样的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求生存 我们要求生存 所以我们讲说以大是小 以人 以小是大 以智 大的可以不仁 小的不能不智 所以我是觉得说为了台湾的安全 其实在整个逻辑思考过这个时候 台湾一定要有智慧 一定要有智慧 那这赖清德的做法 就先划一条线 这是你大陆不对 如果要打台湾 都是你大陆台湾 不是我台湾会挑衅大陆 我们也认为我不会挑衅他 可是你赖清德所做的事情 包括你把国号 你今天讲说台湾 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了 那对他来讲 触动他最敏感的一个神经了 那他怎么办 包括你去教科书 你的去中国话 你的所有东西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中国人 对他来讲 他也不高兴 那你说你不高兴是你的事情 关我什么事 你不要打我 那对现实政治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把国家安全当儿戏 把国家安全完全当个儿戏 认为好像错不在我 责任都在他 那第二个你刚刚讲 这个逻辑上 我只要增加我的武力就可以 那请问一下战场在哪里 战场不会在福建 不会在广东 战场在台湾 今天美国整个一个策略 就是把台湾变成一个乌克兰 乌克兰就说怎么样 我要让台湾发生战争以后 让中国大陆 你受伤很大 让你受害 可是用台湾老百姓的生命 来让你全世界来谴责你 请问一下台湾能够得到什么 所以我是说最上层来讲 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创造和平 那台湾什么都假的 所以我是觉得2020年的选举 其实它不应该是一场和平 跟战争的对决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说它也要和平 所以2020年的选举 是一场和平的方法轮的对决 其实中国国民党应该要求民进党来讨论 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向和平 把和平的方法把它弄出来 我觉得这还最重要 那你刚刚讲的淡的危机 那淡的危机我们知道 其实从2019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 当后来又经过了几年的疫情 我们的饰料 整个费用又增加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民生的问题 大家勇敢地去面对它 可是你看民进党 很多的网红们就开始带风向 哎呀有人这个囤淡啊 但根本就够啊 或干什么东西 就是说整个把一件事情 又变成政治在操作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必须承认 像这个邻居中 成绩中他们没有处理得好 还有这个训发 这个叫做序幕 训发会吧是不是 也没有处理得非常好 没有处理得非常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看这个整个过程中 就在政治的操弄 政治操弄 就受害的是所有的弹农 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的国家 整个都塞下去 难道这个问题 不能够勇敢地承认 自己做得不好吗 那你说像高雄大火的问题 今天消防人员牺牲了 那我们要思考 当然有的候选人就说 哎呀我们要成立消防部啊 或者有人说 我们要成立一些更多的 更多的什么 要什么东西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的数位部 一年的预算是200亿啊 可是怎么样 消防人员的装备 六七千万都舍不得花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先把消防人员的装备 做得更好 是不是最误实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 你说军公教紧销 他们的退休金 结果呢 你们说砍就砍 人家为国家牺牲奉献 结果呢 你把别人像军公教 当米虫一样 消防紧销的退休金 把别人就砍掉 我请问一下 人家为国家打拼 一个在前线打拼 一个在消防的救火 你怎么去对待这些人 结果到选举到了 你们好像又很重视这个事情了 我觉得整个过程中 你刚刚讲 没有一种系统性的思考能力 完全就是针对某个点 今天能够混过去就算 那我刚刚讲 这些东西对台湾发展是不好的 真的是不好的 可是我也希望说 透过这个总统选举 大家能够真正把国家 应该有走的方向 比如这次选举 应该最重要就是 两岸如何能够得到和平 我刚刚讲 没有和平 年轻人就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年轻人完全没有未来 年轻人要知道 今天国家最大的本事给你 就是给你有一个 自由竞争的环境 然后给你有个和平的空间 至于那个小政策 我相信每个政党上来以后 他们都会照顾年轻人 不管是民进党 不管是民众党 不管是国民党 大家怎么会不在乎青年吗 可是关键是在说 你把青年的方向都给堵死了 赖青的就把台湾青年 要带上战场嘛 对不对 你四个月延长到十二个月 台湾又布火山地雷 对不对 台湾要进行本土性的巷战 我请问一下年轻人还有未来吗 所以年轻人只有选择什么 那我干脆就躺平了嘛 或者我干脆就开始想办法 赶快逃离台湾嘛 对那台湾这地方没有指望了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 那个所谓东海大学讲话 如果你真正有专业去分析的话 那根本就在呼噜台湾老百姓 是 你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 你今天讲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总统选举 我只要问一件事情 你们谁有办法把台湾带来和平 你告诉你的方法在哪边 其他都不要讲 你总统就负责这个事情就够了 消防人员不需要你总统负责了 说真的关心他 但农的事情 也不需要你用到你总统了 你总统负责什么事情 台湾最重要的问题 你的两岸和平怎么做 我们台湾的未来的青年的文化教育 你怎么做 青年教育怎么做 教育很重要啊 教育牵涉我们的认同的问题啊 你看看这几年教改 25年到30年的教改 把台湾搞成什么样子 这些问题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的核心啊 可是你看看东海大学 谈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然后谈到就是什么 我们要搞和平的四大支柱方案 他那个四大支柱方案 我看全部都要垮台的 对 我其实刚才就是想请教校长就是 因为他您刚提到说 真正的这些候选人呢 他应该要讨论是怎么样子把台湾方法 怎么样把台湾带向和平嘛 那赖金德在里面就提到的四大支柱 他的所谓的四大支柱 不外乎其实也是回到那个逻辑啦 他不是讲说这个国防啊 外交啊 两岸啊 经济啊 可是这个问题呢 就再回到您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 你给观众朋友分析的就是 美国在这个跟赖金德这个面谈的时候呢 他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说 最后的决策者是谁 他要确信这个赖金德是听话的 能够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些的问题 那你又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在中美的这个国际的这个争霸上面来讲的话 那美国当然是希望将来有任何的东西 他可以打台湾牌的时候 你照样的台湾的领导人 你要有这个配合 那这样子无论如何呢 走到最后的 这个最后的就不管说是赖金德也好 或者是这个侯友宜 甚至我们讲说克文哲跟这个郭台铭啊 他们各自的部分 你认为到目前为止 因为看起来好像侯友宜 其实跟校长的主张比较雷同 他提出来的三滴 对不对 其中的一个dialog 就是对话 3D里面有一个dialog 就是要持续的这个对话 可是我们看到赖金德的部分也没有 那我们看到这个 克文哲跟这个郭台铭的部分 如果以他们目前现有的 我们不能够去批判别人还没有发生的 就现有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认为就现在目前已经抛出来的议题的话 哪一个你认为比较务实 能够反映您刚才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对我来讲 因为这个选举期间谈这些东西 真的是我其实不太想多谈 但是我必须要讲 如果我们今天摆开来选举 我也必须要讲这三个候选人 其实他们对于和平的这个方案 我个人还是有不满意的 我个人还是不满意的 各位知道我作为一个 长时间关心台湾政治的 尤其对两岸关系了解的 我相信有很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观念 比如说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主权 那当然没有人会不捍卫自己的主权 我们要有实力才有和平 在赖清泽讲 我也同意要有实力才有和平 关键在于说除了这些以外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张没有 比如像赖清泽讲要实力才有和平 听这一句话每个人都觉得有道理 可是如果今天摆在一个动物的丛林里面 大家看我们今天世界就是一个丛林世界 我觉得每一个动物 在面对它的生存方法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生存的方法 比如说对一个老虎来讲 它可能爪子变得更利 它的动作变得更迅速 它可以捕捉到更好的食物是非常好的 可是对一个羚羊来讲 它面对狮子老虎的时候 它可能选择它跑得更快 还有一些动物它选择它可以躲起来 还有一些动物选择它可以变色 所以我想告诉各位来讲 其实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体积的大小 跟它处在地缘的环境的不同 你所采取的政治智慧 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我讲说 大家都是用防卫防卫防卫这个概念思考 当我们侯友宜先生 他提出了贺阻这个概念 因为我是一个专业 因为我是一个专业人 我对这个专业的用语可能是比较更精确一点 贺阻这个字 其实它是用在整个核子武器的时代 也就是只要你要打我的时候 我就有第二级的能力 把你给整个毁灭掉 一般我们人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何少用的贺阻 比如说是用防卫 就是防卫 那当然像我们国内还有一种思维逻辑说 我要豪租战略 我要刺猬战略 也就是说当你要打我的时候 我要让你受到一些伤害 当然你可以让他受到伤害 但是那你要取决于他打你 那个意志力要有多强 所以在我一个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 就是你跟大陆只有一百多海里这个地方 而且他现在有基兔 世界经济人意来讲 所以对我来讲 我要追求和平的方法 我不会首先先想到用贺阻 或者用战斗的方式去贺阻 我会首先想到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沟通 我可不可以化解你打台湾的意愿 我刚刚讲防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他的武力增强了 你的武力增强了 他的意志增高了 你的意志增高了 但还有一个方法 你把大陆对台湾的武力的意愿 乘以零的话 那武力在墙你也不必担心 就好比说我们不必担心 美国会打台湾 因为美国打台湾的意愿是零 那大陆对打台湾的意愿 你如何降到零 那民进党就说 那你投降就好了 你投降他就不打你了 那我们也没那么笨 我们这样子讨论就变成吵架了 脱腹骂街了 就是我们当然捍卫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 我当然捍卫我们的主权 我也认为台湾的自由制度方法 能够维系 我也了解到说 真正国家必须要有足够的防卫 但是这些东西 对不起 你不能够凌驾到 我可以说什么这样 好像我就要用这些方法去 作为一个拒绝跟他沟通的一个借口 比如说 那所以说你刚刚讲 侯友宇先生谈到沟通 沟通当然重要 可是沟通重要 可是我也希望侯友宇先生 你拿什么跟别人沟通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包括我对几个候选人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对于九二共识来讲 我们本党在九二共识这一方面 也经过了非常多的一些改变 最早的九二共识 苏起先生所发明的 九二共识其实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谋求国家统一 这是当时的九二共识 最重要的两个原貌 可是到了马英九后期 九二共识变成一中各表 那后来从2016年以后 九二共识在国民党的内 又出现一个变化 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或者九二共识 以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这些东西就变成说 我们自己在面对两个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越来越游离 偏离了我们自己的应该有的立场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今天拿什么跟大陆沟通 嘴巴上讲沟通都很容易 你问赖清德 赖清德也愿意沟通 赖清德沟通 你承认中华民国是个主权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就跟你沟通 你承认不要打我我就跟你沟通 然后我们沟通没有任何的前提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大内宣 都是讲给台湾老百姓自己听的 你摆在国际上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我的看法是 其实我也希望侯友谊先生 包括像柯文哲先生 甚至赖清德先生 你们要选总统是没有错 但是真的请你们以 苍生为恋 总统职务固然重要 可是不要把台湾2300人 带进到灾难 更重要 那你要谈问题 我刚刚讲你要谈和平 必须提出你的和平的方法论问题 对不起 在我来看 赖清德的方法论 那是零分 柯文哲是现在开始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对 我们现在暂时不讲 那侯友谊先生对我来讲 也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要努力的 要非常努力 因为我是讲说 这个选举 当然彼此之间在互相比较 可是如果之间问到我 我是一个算是对政治 还有一点关心的人 我对两岸对国际生物 台大也交国际关系 对国际事务也很清楚 那我认为说 其实三个党的候选人 你们现在在追求 两岸和平的方法上 的方法论上 在我来讲 如果是个老师来讲 可能你们还有努力的 一些空间 这个谢谢校长的批评 我相信我们的候选人 他将来再听到 如果他能够听到 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团队 一定会往更具体的 一个方向走 那我不是因为 我是国民党的关系 所以我帮侯友谊说话 但是我在想 他原来提出来的这个方法 和平的这个方法的部分 他既然提出来的3D 当然他有一个用这个 里面的这个英文字母的关系 他让这个有一个3D 就很明显的能够显示 但我在猜他的这个团队 我第一个讲我不是他团队 但是我在猜他的这个团队 在原来的想法就是 我们在国际上面 就像我刚刚前面举的地方 我们在国际上面来讲 两边在工坊之间 我们一定会讲说 诉讼绝对不会排除在外 所以它一个严重性 那诉讼出来的结果 绝对是你现在不可预期的 所以那个一定有一个 也不能讲说 你是能够达到贺阻的目的 但最起码它可以有个功能 是提醒你 你的风险还是存在 你并不是零风险 这是我在猜 它第一个低的原因 我觉得是你讲得非常好 就是这就是 其实牵涉到一个 比较深层的问题的 就是当我们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是学西方的 包括他身边几个幕僚 我们都很认识 就是受过西方完整训练 非常好的大学教育 所培养出来的一些 国际关系的博士 所以自然而然就掉进了 那一种所谓的地缘政治 现实主义的逻辑里面讲 比如他第一个就摆第一个 叫贺组 第一个摆贺组 贺组就说你只要敢打我 我就跟你对抗 那这个东西是标准西方式的拳头 以拳头对拳头 以眼还云 以牙还牙 这个逻辑 第二个才是沟通 那第三个是去风险 那去风险 你又认识什么 就是说 那美国现在叫去风险了 美国的去风险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产业列方面 不要完全依赖于美国 所以说 包括侯友先生 他在外交期刊上 他发表了一份文章 他也认为说 我们要配合美国的去风险的政策 包括我们的台积电 也要到美国去 所以你发现 它的第一点跟第三点 某种程度上 都是现实主义的思考 可是我刚刚讲 在我们中华文化中 有时候解决难题 它是高度的智慧 是 比如你今天是个女孩子 你今天嫁到一个婆家去 那个婆婆对你非常的不好 那请问一下 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讲 你现在第一个思考 我怎么样求生存 我觉得你采取的第一个策略 绝对不是贺阻 你这样对我 我就要怎么样对付你 因为你发现说 整个外在的环境 对你不利的 因为你嫁到一个婆婆家 那个婆婆有兄弟姐妹 你嫁到别人家里面去 就简单来讲 我讲觉不客气的话 就像台湾现在处在的国际社会 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你说联合国 27585级案 国际社会 我们只剩十几个邦交国 国际社会 对我们的友善程度 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不要自己在欺骗自己 还在讲说像耐心的人 我们也跟民主阵营 站在一起 这些国家只会跟国家利益 站在一起 他们不会跟民主阵营 站在一起 美国这个国家 如果你影响 它的国家利益 说它的民主阵营 照样打你的 日本不是这样子 欧盟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以为说 我们跟民主阵营 站在一起 那就是受到一种 自我催眠 自我欺骗的这种做法 自己的命运要自己找 自己的前途要自己开创 所以我的看法 如果你今天摆这三点 嚇阻沟通跟去风险的话 那沟通毫无应该 该摆第一个 摆第一个国家 那你要沟通的时候 你要体谅到 我们沟通的最重要原则 就是说 你要体谅到 别人最需要什么 那我自己能够让步到 最低底线是什么 这是一个高度 智慧性的东西 可是你也知道 在选举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会用 智慧性的话语 大家想到什么 就煽动迷信 什么煽动迷信 那变成说 你是主张这个 比如说你主张要 要兵役 四个月到十二个月 那我主张要嚇阻 那我请问 这两个有差别吗 贾律已经主张嚇阻 国民党主张了嚇阻 请问一下 我们有什么理由 去反对民进党的 兵役延长 四个月到十二个月 你有什么理由 去反对 步火山地雷 其实你没有理由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这些智库们 在给侯友谊先生 你那个方案的时候 对不起 以我张老师的标准来讲 我觉得还有努力的空间 我觉得还有努力的空间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思维 太西方化了 太简单化了 他没有考虑更深层 中华文化的东西 这是我们几个候选人 其实都有的一个特性 那这些东西就是 你真正没有认真思考 今天面对中国大陆 它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它也是我们同温同种 我们如何面对这么一个 跟我们同温同种 但是对我们来讲 会用武力侵犯台湾的 这么一个政权 你如何跟他打交道 你打交道的方式 绝对不是西方 用的那一套的东西 什么贺阻 对抗 做这种东西 那个东西 可能你也会激发 对方的另外一群人 他们对你的一些反感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们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 要更多那种 女性的智慧 而不是男性那种的对抗 那种要用柔弱 去对抗刚强 要去站在别人的心里面 用心去跟别人沟通 而不是一方面拿了武器 一方面跟别人沟通 当然我们的武器再怎么拿 没有比别人更强一点 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的思路 是完全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刚刚才讲说 当然选举嘛 你总是有一个50步 100步 80步 可是如果真正站在 我张亚中的角度来讲 对不起 如果真正为两岸和平来讲 我觉得他们都有努力的空间 是 我相信这个全民 其实都对于候选人 都有很深的一个期许 那我在讲 我不是帮侯友宜讲话 我只是 我只是就是说 他在设计这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选举嘛 他这个slogan 一定是要很简短 他很容易让老百姓了解 他 我认为他可能也不是讲说 贺主就一定是摆在前面 只是说他有三个要素 这三个 是要摆前面 不是我的意思 次序很重要 次序很重要 像马英九不同不都不武 次序很重要 OK 好 那我的意思实在就是说 最起码他提出来 他可能这个怎么样子交叉运用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去这个风险 其实他其实是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message 是给美国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 在前一阵子跟欧盟在谈的时候 他是从decoupling 然后move到 他说我并没有讲decoupling 因为欧盟是反对的嘛 所以他讲decoupling他是跟中国啦 美中之间 然后欧盟反对 所以美国才换了一个名词 叫做de-risking 美国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可能 三D里面这个第三个D的部分 是去呼应这个美国的部分 所以他让他知道就是说 我跟这个全球的潮流是一致的 那我的意思是讲说 我们反过来看赖清德的四大和平 四大支柱 如果我们去看他和平四大支柱的话 不外乎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国防外交 这个两岸经济 那经济的部分 我其实是最担忧的 因为为什么这个民进党 让我很忧心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实际上面的行动 跟口说常常都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 不管是我们被启动贸易调查 两千多项的被启动贸易调查 甚至于讲到说 最近已经严重到 ECFA可能会被中止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校长也是这个学者 我们都知道 ECFA你里面呢 你有你的争端解决的 一个机制 里面其实都有谈到 当你发生不同的意见的 看法的时候 你应该寻什么样的途径 可是我看到我们的行政单位 好像都 就是你签的文件是文件 但是你都不按照那个走 就像WTO入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我们的农产品 理论上面来讲 陈吉仲讲说 他去跟WTO申诉 后来我们查了一下也没有 所以这个是最让我们担心 赖金德作为一个民党的 党主席 理论还是现在的副总统 理论上面来讲 他应该不是像 其他的候选员 因为你没有国家的资源 很多的政策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 作为一个党主席 你不能够把这些的正确东西 就用你的行动 去告诉大家说 我的政策跟我的行动一样 反而是把自己当成 像是一个在野党的候选人 去讲说他将来要做什么样子 这些政策都是你现在可以做的 从一个执政长的角度 应该是你用你的政绩 去说服百姓 而不是说你用你异于 你自己执政党的 这个执政的政绩 然后去想 因为你不是在野党 你所有的东西可以做的 你今天就可以做了 那我们看到像淡的问题 我们再回来淡的问题 其实老百姓非常关心 但的问题 我们没看到赖清德出来讲什么话 所有的东西我们看到 这个林通贤 我们看到陈吉仲 我们看到陈建仁 陈建仁那天 我们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 我还问他说 你是被陈吉仲骗 还是你是共犯吗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事情 民众这么关心的事情 一个作为一个候选人 怎么会不出来讲 虽然我们讲说总统的职责 是负责国防外交两岸 没有错 可是民生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这么大的问题 然后像屏东的这个大火 粉尘的那个爆炸 这个东西虽然是 就是可能不在你的 总统候选人的 这主要的这项下 可是你之所以要当国家的领导人 不难道就是你希望 让国家能够安和乐利 然后老百姓能够 世代的这个平稳的 然后国家能够发展吗 不是这样子吗 那怎么会对于这些重要的议题 都不吭声呢 我相信毫无疑问的 这几年选举已经把台湾社会 真的是蒙蔽了 我们应该正确思考问题的方向 包括本党在内 常常讲一句话 没有赢得选举 什么都是假的 然后民进党也是把选举 当成至高无上的一个追求的目标 因为赢得选举以后才有政治权利 你要知道 当他进入一个完全从谋略的角度来讲 那现在当然不跟你啰嗦什么 反正他的民调 比如他现在只要陈基中下台了 他的民调能够回升了 他就可以了 他这时候讲什么都不对 讲多了 他对他党类 对他不满意 讲少了 他最好能够不讲 就尽量不讲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台湾这几年来 我们的政治 真的是是非不明 价值不分 老百姓也被带婚了 依附只要支持你能够赢 什么都是对的 就像民进党的选民 只要民进党能够赢 什么都是对的 对不起 本党也有很多这种人 我国民党只要能够赢 什么东西讲的都可以追随你 那我先暂时跳开一下 回到您刚刚问题 我当然知道 你不是侯友宜先生的这个目标 但是我认为 这个事情对我一个国际关系来讲 什么叫做前门巨虎 后面赢狼 今天乌克兰不就是前门巨虎 后面银狼 把美国西方引进来以后 结果人家杀手不管 我们今天你刚刚讲的 嚇阻沟通 跟这个所谓的去风险 第一个跟第三个 配合美国 你当然第二个 希望跟大陆沟通 可是你现在也没办法 在这种 你前面有了第一个 有了第三个 你还怎么跟别人沟通 谁要跟你沟通 那这个东西为了什么 因为取得美国的信任 也就是他们认为说 这时候我参加台湾的选举 我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支持 我才能够选择上总统 包括国民党这样子想 包括柯文哲这样子想 包括民党也都是这样子想 都是以美国对我们的支持 作为我选举 获胜的条件 但是这个主张 真的能够带台湾利益吗 其实大家就不考虑 那同好代理对赖清德来讲 我们也知道 陈吉仲 他是属于这个鹰派的 包括那时候 那个苏贞昌 不是替陈吉仲去辩护吗 对 陈吉仲原来下台 他觉得不应该下台 后来换了那个续产会的 那个董事长 不知道叫什么 林什么贤 林中贤 林中贤 他基本上是新潮流戏的 后来到最后 两个各自分担 两个都下台嘛 那两个都下台 只要把民怨评下来以后 赖清德的民调 只要能够维持平盘 反正你们这些非力 也不会团结在一起 我担心什么 所有进入到现在阶段 完全都从选举的角度去思考 讲的是认为对选举有帮助的事情 然后一些傻乎乎的老百姓 就跟在这边走 这台湾社会哪有什么希望嘛 所以你刚刚才问到我 你要问到我 我就讲真话 我说你们这样子做 都没办法给台湾带来和平 可是选举就这个样子 怎么办呢 那我们本党 为什么不能够开大门 走大路 提出一套真正能够和平的方案 还是要去讨好 这些所谓的这些选民 选民 你只要走得好 选民自然会支持 所以我的看法 耐心的当然是现在进入 已经选举模式了 选举模式 但他的骨子里面 其实大家很清楚 他的骨子里面 就是一个台独主张者 他骨子里面 绝对会带来两岸战政 北京会不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预计到 明年的1月12号 最后的ECFA 最后的审视过程 如果说民进党选上以后 我觉得ECFA很可能 就从此中断了 那台湾就面临一个 很大的一个经济方面的 一个挑战 谁管他了 反正他已赢得政权了 投过身就过 你要知道 现在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 我非常的痛恨这些人 想的就是自己的选赢 他有没有把苍生想在里面 没有嘛 你今天看到很多的两岸主张 就是没有嘛 你考虑你的实力有多强嘛 我刚刚讲那个动物里面 一个羚羊 他要去把自己牙齿变长 要把他被绑变强 谈何容易啊 一个小老鼠 懂就该躲就躲了 该逃就逃了嘛 是不是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 从所有的逻辑思考 选举到了 就是第一个取得美国的支持 第二个台湾老百姓 连骗连哄 反正有一些网军 帮助自己去骗老百姓嘛 然后自己呢 问题的时候就不讲话 你刚刚讲ECFA 我刚刚讲 耐心的就好好做个报告 对不对 明年11月12号 如果ECFA取消以后 请问一下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如何应应 每个政党候选人都讲一下 有没有哪个政党会想说 我要选择保证ECFA不断 我继续为台湾争取福利 我在ECFA基础上 我继续要往前再走 要做这种辩论啊 所以今天台湾的选举文化 就造就了这些选举的 这些候选人 我刚刚赖清这最典型 真的最典型啊 你看现在表示 貌似忠良的样子 一副就是 他是个和平稳定派 可是骨子里面 就是一个激进的台独主义者 所以美国这段时间 我刚刚讲在训化的 美国就要训化 透过你将来的副总统的人选 包括你今天跟我做所有的承诺 将来只要听我一句话 你要搞台独我不反对 但是我没叫你搞 你不可以搞 美国只要这一点而已 美国反对一个 台湾independent的 可是美国也许支持 赖清这的independent台湾了 所以简单来讲 现在几个候选人 我的看法他们讲 都在寻求美国老大哥 对他的抚摸 感觉这是一个光荣 这是可以得到自己选票的方式 心中想的是自己的权利利益 什么时候想到台湾的老百姓 我觉得这才台湾选举的悲哀 对 但是我回到就是 以台湾目前的情形来看 因为一直以来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台湾是被封闭的 对 它不像其他的国家 很多的讯息是全部 因为现在毕竟是国际社会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国际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看到 像那个前一阵子 不是那个乌克兰的这个 Zerensky 他不是去美国访问吗 大家都不见他了 对 对不对 他的以前他去美国的时候 此一时彼此一时彼此 我的欢迎的什么人 他通通都见得到 去年联合国大会 今年联合国大会 已经恍如隔世 对对 然后完全就是不予理会这个 我觉得这些的讯息 如果我们就是台湾的同胞 空本岛 可以看得到的话 你会知道就是说 承诺归承诺 OK 最重要的还是人家国家的 这个利益 那回到我们自己来看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赖清德的 四大支柱里面 他不是拿了这个经济 也当成其中之一吗 我觉得就应该是 实际上面讲 我们以现在 其实在这个七年以来 我们的这个经济以赖 在中国大陆的 其实是增加的 比马政府的时候 它其实增加是非常非常多 虽然口头上面喊新南向 但实际上面 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贸易的那个部分呢 其实是更严重的 那在ECFA如果突然停掉 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再加上 原来我们的很多的出口的部分呢 是因为高科技产业 电子业嘛 但是美国它对于这个 中国大陆它出来的 这个华为的里面 它不是有这个七奈米的 部分也出来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台积电 又到美国投资 到熊本 日本熊本 然后到德国 Dranston也都投资 等于是我们的产业 全部都往外移 然后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人才 其实也是往外 因为光是台积电 一个就吸纳了很多 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人才 所以当人才也外移 然后我们的这个资金 像您刚校长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就是两岸关系紧张的话 外资全部撤 在今年的台币为什么今年贬值 一下子贬这么多 其实也是主要原因也是外资 它出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基本上面来讲就空洞化了 那你空洞化之后 从经济上面的那个四大支柱里面 你的经济的部分 你就已经先塌了 先不讲其他的这个外交的部分 那外交部分假设 我们在看到就是 这个乌克兰在美国的这个被待遇 你另外一只脚不是也垮了吗 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军备的部分 我们知道我们付的钱 很多的军备 其实还是没有准期 然后两岸的关系又是冰冻 不谈话 事实上提出来的四个支柱 单纯从这四个支柱上面来看的话 是几乎躺平 几乎躺平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么能够有办法回到 您刚刚讲说 如果真的是辩论的话 和平的这个方法 那提出来这个四大支柱就全垮 就完全是零了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 那柯文哲的跟这个郭台铭的部分 因为您还没有 还不知道他的这个实际上面情是吗 所以很难平 怎么样 什么情形 就是他的对于这个两岸之间 是比如说郭台铭的部分 这个对岸对他的看法 美国对他的看法 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就是对岸对这个郭台铭的这个看法 那现在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美国的看法 其实应该已经还蛮明显 但对柯文哲的部分 您又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柯文哲先生也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就是说 但是现在的确看不出 他有什么一个两岸方面的 一些具体方面的主张 他常常讲说 看九二公司看对方提出什么 我们再来讨论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 就是说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其实对于两岸 包括国防外交 他应该有一种系统性的思考能力 是用思考能力 您刚刚讲的非常好 就是说 包括像这个赖清德 他提出的四大和平支柱 其实在我们一个专业来讲 其实都是空的 是 就是骗老百姓 可是问题老百姓愿意被骗呢 那问题我们国民党 南军的力量 没有办法把它拉下来 因为我们这边有三组候选人 大家也走不在一起 每个人有自己心中的一个小九九 每个人自己有一些战略的目标 当然这是你们在国民党 类似国民党的高层 我想跟权力和谐也比较接近 希望你们大家多努力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民意党会把台湾带进灾难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柯文哲跟郭台铭 跟侯友宇先生 好像要合的可能性 也不见得是这么的大 您怎么看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嘛 对不对 还有几个月的一个时间 我们不能够就放弃了 放弃的话 我们就对不起 这个这片土地嘛 那以您的智慧怎么看这个 我们的智慧 当然比不上 朱主席的智慧 但是我总觉得 现在一开始就走错了 因为一开始就给人家一种 人与人的整合 我觉得这是犯了一个最大的大忌 就是谁跟谁合 其实如果今天假如中国国民党 应该走民门正派的道路 就是应该跟柯文哲 或者跟赖清德 不是跟柯文哲 或者跟郭台铭 谈议题的大整合 或者是政策大整合 比如像柯文哲最近也在谈到嘛 比如说未来 如果我们两个党 其实在我的逻辑来讲 不只是现正的问题 假如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两个党坐下来谈的时候 先不要谈谁配谁 而是做一个议题方面的承诺 政策方面的承诺 比如说我们在核能源问题上 我们两个党是不是都主张 要重启核二核三 我们要重启核四 演绎核二核三重启核四 假如这是我们在人源问题 重大政策 彼此划压 划压要好确定以后 将来不管谁执政 谁在野 我们都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也有可能 民进党民众党将来跟民众党执政 你假如将来跟民进党执政 你也必须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你对我们的承诺 我觉得这种东西 包括如果我们可以列出个 十个方面的重大的议题 或者政策的合作 我觉得第一个可以 用这个政策的合作 来告诉选民说 其实民进党现在犯错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觉得人与人的合作 这是最后一步 这是最后一步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它代表 到底是磕还是猴还是锅 谁在前谁在后 那个扯不清楚 那你到底你们是只是想当总统呢 还是真正为台湾苍生为孽吗 如果说你们今天的政策都不一样 你告诉我两个合 你怎么合 所以我就在做法方面 我们国民党可能犯了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你应该是先走议题的整合 政策的整合 谈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人与人的整合 可不可以列入这方面的考虑 可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逻辑在于说 我们的立法委员 你要选我就不能选 然后这个不分区你要推怎么样 然后呢这个到底科侯配好 还是侯科配好 我看这种东西上社会上 第一个你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第二个你是非常的难看 所以我觉得 我的智慧也许比不上他们 但是我所受的政治学的训练 我的基本的做人处事 我们今天合 一定是个合什么 是为台湾的民众的合是有用的 包括两岸问题可以来谈 如果我们将来 不管谁在潮最在眼 我们对九二共识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对ECFA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对于甚至台湾的产业的发展 我们是不是要完全的 就我刚刚讲 你完全的要靠美国吗 今天包括今天 所有现在的三个政党 都是靠美国 你这样子做下去 台湾社会缺少的辩证 缺少的辩证 所以我认为整个在合方面 我一直主张是议题的整合 或包括政策的整合 摆在优先 我也曾经想求见过本党的党主席 可是人家不见 不给我们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所以正好借由你的场合 对不起 你和活动来跟你讲 但我觉得议题的整合非常重要 但我看到在陆陆续续出来的 侯友宜跟柯文哲的 在议题方面的趋近性 其实是有存在 我跟你讲要花压 我们讲欧洲来讲 欧洲搞联合政府 他们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有时候要谈三个月到六个月 那他们当然是因为是内阁制的国家了 台湾是因为总统制的国家 其实很困难 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今天所有的蓝白河 其实先把它摆脱掉 会不会赢得执政 记得先把这个东西拿掉 而是说我们今天蓝白河 不管我们将来能够合得了 我们将来 我所谓合得了 就是选举共同推个候选人 而不管我们将来选举结果怎么样 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将来在立法院 我们必须要做的 将来如果我们都在野 我们就成立在野大联盟 我们在野大联盟不见得每个事情都一样 但是这几件事情 我们的在野大联盟是绝对要做的 那这个东西叫非常严谨 那现在当然大家有一些好像议题方面可以 但是那个东西都没有约束力 都没有约束力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样让民众感觉起来 今天蓝白不管怎么样 都是以苍真为念 为老百姓摆地优先 那这个时候的细节政策 做了以后 记得这会产生蝴蝶效应 当你不断的现在重点 摆在为老百姓的政策 一起大联盟的时候 他所产生出来的联谊的效果 反而会帮助什么 第一个 大家对民营党失望 你要失望 只要对民营党失望越高以后 票自然就会到你越来 也许得利的是侯有鱼 也许得利的是柯文哲 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两个会不会合 因为每个的战略目标是不一样 我必须要解释 两个战略目标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都是好的 我觉得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从这个议题的方面 其实我们像我个人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每一次其实针对议题的 不管是居住正义也好 我跟这个赖湘林委员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都会 就是说不会是只有特定的政党而已 我们都是跨党派的合作 那你看像司法的部分 这个司改惠他们也常常 虽然他们很讨厌这个空民党 但他们也常常邀请我 所以常常就是 你有专业吗 没有没有不敢当 不敢当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议题的部分的合作 那刚才我听到校长的意思就是 不仅仅是你要有实际上面的行动 你还应该要有一个 从党跟党之间的 这个等于是花压 可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呢 就是觉得就是说 那是不是就是说 花压了之后呢 是直接的有 因为老百姓之间签约的话 你当然签了约之后 有效力嘛 那你其他的话 你的这个花压的部分呢 你是 简单来讲呢 其实校长就是 信用力了 对 就是说你花压了之后 是不是真的就是 如同你所承诺的部分 这个是大家有一些的这个疑问嘛 那尤其是像 郭董跟这个的情况 那老百姓更有一些的担忧 就是说 是不是承诺的东西能够honor嘛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知道 很多的时候方法的解决 比如说假设 我今天是要跑百米 我的这个方式 我可能就一开始就是充斥 可是我如果是要跑马拉松 我可能前面百米的部分呢 其实我是很慢的 因为我必须要保留体力 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议题的整合 其实是长久的计划 但是我们现在碰到了 就是说 只有剩下几个月就要选举了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去implement我们这么大的 一个长久的计划 那就是最后的几分钟 是不是拜托校长 给我们指点迷津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最起码应该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的看法 跟你稍微有点粗 当然你像欧洲 谈这个议题的合作 大家最后也会 全部上演一下来 那至于你们要不要承诺 做得到社会大中 自有公平 但是自己愿意划压 做某种承诺 这是当然是必要的 我想是必要的 最低限在这个阶段 我们很诚恳的 愿意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你刚刚讲对了 的确议题它需要早一点开始 所以我就认为说 如果今天的蓝白的讨论 在三四月就开始进行的话 请问一下 现在给社会教的图像 是不是就更为美好一点 而不会再掉进这困难 那第三个就说 因为我们的确不是 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真的也是只有旁观的份 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整合的确不是非常的容易 我必须要讲非常容易 因为牵涉到几个 战略目标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 对于郭台铭来讲 他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 就是我想选总统 那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怀抱 你不能够低估别人 对 他想选 如果他今天连署到了29万人 那他就有选举的资格 那今天让郭台铭 进入到今天这个阶段 其实已经就是国民党的失败了 就是你第一个 你当时请别人来 可是你又让没有办法 说服别人 按照这个游戏规则走 让人家产生了不满意 不管你是什么结果 但是作为一个央刚大党来讲 郭台铭只要选到底 国民党自己要反省 自己要反省 是你没有处理的好 这是第一个 郭台铭如果只要参选到底的话 那这场选举的胜负 可能就大概就很难再扭转回来 但是你也不能怪人家郭台铭 因为这是每个人参选的权利 我想是第一个 那柯文哲现在最大 我认为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柯文哲对于民众来讲 民众党现在最大的战略目标 就是要壮大民众党 我怎么样壮大民众党 那柯文哲如果参选到底 对于壮大民众党 当然大于他不参选壮大民众党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站在民众党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希望柯文哲能够选到底 包括未来的政党补助金 他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丰富的 远比他不参选得到更多 那国民党这个秧秧大党 他当然侯伟先生又是美国回来以后 得到了美国高度的一个认可 那包括他跟金普冲先生 他们的整个一个团队 他们也希望能够竞选到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大家的不同的这个战略目标的情况下 那要协同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我们谈问题 我们现在被迫到第二第三阶段在谈论问题 可是如果作为一个观察者 或者爱中华民国爱中国国民党来讲 我只能说一开始我们就走错路了 一开始如果党内能够好好的办一场初选 甚而是可以让国民党 郭台铭先生参加初选 那时候我想的方案就很清楚 因为郭台铭不是党员 如果你让他参加初选的话 你可以在党员的部分要求他 你必须要追高票 用这个东西来弥补 他不是党员的正当性的不足 而不是用以前的方式 我给你一个党员的资格 那四年前用个人思想授受 这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郭台铭可以有效的 在党内初选就解决这个问题以后 郭台铭今天的问题可能就好解决了 没有郭台铭的问题以后 然后这时候再来 透过党内初选 他的正当性比较强 那透过一个政策的辩论 我们在政策上跟柯文哲 能够进行一些讨论 至于将来合不合 看个人的胸怀 但是在政策方面 我们已经可以招致出 我们未来走的方向 也就是中国国民党 如果从今年一开始 他可以充分展现他自己是个泱泱大党 而且是无私的情况下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的情况 会比现在好得太多了 那现在走到这一步 我是说已经走到最后的两三个月了 因为11月就要去报名了 那这时候当然希望说 我们的泛律的力量 被泛律的力量 能够大家的尽量的坐下来谈 大家来思考一下大家的问题 大家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这个需要必须要开诚布公的 必须要大公无私的 那我就不知道我们本党 有没有这个能力取信于别人 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在这场选举过程中 虽然柯文哲现在民调 好像跟侯伟宜差不了多少 但是整个一个泛律的大整合的责任 我觉得国民党当然要扛起来 当然要扛起来 我们今天不能够把责任 都怪给柯文哲 怪给郭台铭 那国民党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做到 让人家可以取信 可以提出个更好的方案 我觉得这是我们国民党 自己要反省 这是我们永远站在自我反省第一了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是 非常感谢这个校长 给我们的这个指点 我们知道现在离选举 其实时间已经非常急迫 那过去已经发生了 其实也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应该讲说 现在是亡羊补牢了 亡羊补牢有位玩意 那我们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大我大一点 小我小一点 这是朱主席讲的 大我大一点 小我小一点 重点是应该要把国家利益 跟人民的利益放在前庭 不要把政党利益 跟个人的私利摆得那么 算计的那么多 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 这个校长波容参加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乡民监察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王浅秋 最激励的政治分析 持安的问题 我们的命都会被影响说 那在义党是什么 永远的政党合体 不过韩国瑜告诉他 加速有两个气氛 一件事情是说 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时候是他需要出来 站出来整个的时候吗 第二个是他是混当党的 如果他要提出来 必须要有他的 正当性跟领柔 我们在讲 混蛋 我不是在骂人 我是说现在是在市面上 很多蛋都混在一起 还有坏蛋 我也不是说成绩中 我是说很多蛋坏掉 十月份开始 我在乡民监察院